又是一个安静的早晨 这个地方离海岸大约有100米 所以海浪声很小 今天要去Red Hill 所以中途要路过哈纳城 然后drive all the way over the road to Hana 然后才能够转向37号路去Red Hill 就像上途所示 末早就上班了 总而言之看着这个Road to Hana这条路虽然名气大 但是实际上也就是一条这个比较窄 弯特别多的一个林荫路 行驶的速度快不了 因为很多很多窄路要挫车 这条路好处就是比昨天的条路要绿多了 太绿了 这就是所谓的阴山 阴山之说 看了差不多四五十分钟 才从我们的camping site 到达了这个叫哈纳的这个城 非常小的一个城 也没有什么餐馆 也没什么好玩的 看了他后面四条也是 这个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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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Road to Hana这条路 我们差不多开了两个多小时 因为我们开的比较慢 不像那些路口 超车 这么窄的路还能超车 到了这个National Park Red Hill就在这里 哈里亚卡拉 National Park 从入口到Red Hill 大约是要爬高一万尺 一万尺的高度 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海平面 而那个Red Hill是在这个park的最高处 最高处是一万尺 所以我们就要靠汽车爬了 不过这个路还是挺好走的 山上非常冷 山下非常热 然后要加点衣服也没有 五千米我可是自己爬上去的 你这样你来你来 把这个能不能这样我们俩 能啊 来 这就有了我这是广角 可以看到这个吗 大广角那当然 这山上有一个停车场 还有一个天文台 天文台是游客不能去的 但今天的重点是Red Hill 从这个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处的一小 很远处的山远 那实际上是这个夏威夷大岛的一个山 一个火山 据这个一个Tourist说 他说这个山总高度 如果你从海底算起的话 他的总高度比中国南马峰都高 对吧 Red Hill Volcanoes One after the other 先来细看一下这个Red Hill 实际上 这是一个大火山口 然后呢 他中间 又有好多个小的 噴口 小的火山噴口 还是挺好看的 想走到火山口 复兴去看一看 见过呢 又冷又远 还是比较高原 所以就算了 看到这个Red Hill 还是挺满意的 今天的任务 算是完成了 现在就要返回了 这个要先下山 然后再 go all the way 通过这个Rode to Hana 然后才能到我们的Camping Site 哎呀 又是得三个小时的Drive 这个来来回回 通过这个Rode to Hana 太辛苦 每次都 每次都 一趟就要差不多三个小时 所以呢 我们决定把这个 最后一天的这个Camping Site 给Cancel掉 然后去订了一个300块钱的Hotel 嗯 并不是我们愿意花这个钱 而是这个 最低的了 300多块 嗯 这个贸易真是贵呀 真是贵呀 everything is贵 瞧这个Rode to Hana 这个traffic还会 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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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可以往后退吗 你还可以往后退吗 我不行 我没有车 哎 不能往后了 三个小时后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Camping Site 今天晚上是我们在这儿的最后一个晚上 又回到我们的Camping Site了 终于啊 OK 该休息了